好 继续谈谈到花莲县的黑虎将军技艺文化交流协会 从2月12号到13号举办了第一届的黑虎将军观光文化祭 别与以往民众所知的乍寒丹的活动 将为花莲县南区玉里镇创造新亮点 玉里镇圆环帮晚时间涌现人潮 可以看到镇头接着来炮火也没有停过 这是花莲县黑虎将军技艺文化交流协会 大年初三举办第一届的黑虎将军观光文化祭 不少民众为了就是要在大年初四看到虎爷出巡 玉里黑虎会会长江学文表示 这次活动是玉里镇第一次炮炸虎爷 借此初四迎财神的日子 其能为乡亲消灾天才 也让花莲南区玉里在成吉多年后增加过年新亮点 我们黑虎会这次第一次成立 想说未来可以带动整个元宵 还有过年玉镇整个 把那个热闹给带动起来 对那至少有些民众可能会为了要看这些活动 而多停留几天 至少可以造就一些像民宿啊或是一些美食店一些商机 花莲县黑虎将军记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杨金明表示 113年主办第一届的黑虎将军观光文化祭 是受黑虎将军指示 在农历新年让众神出巡 护佑乡亲新的一年可以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赚大钱 也让玉里镇在新的一年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